大家好 這幾天大家很關心有沒有颱風 目前還是一個熱帶性低氣 甚至還沒有馬上要變成颱風的機會 大概要到禮拜五的下半天到禮拜六 進入南海之後我們再來觀察 有可能會再發展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不要那麼的急 因為快要變成颱風的預測 才會比較高的參考價值 但是整體而言 我們在禮拜五到禮拜六 尤其六日的時候 南海的水氣會稍微增多一些 對於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等於是西南風帶來這些水氣 不管是午後鎮雨 或是一些零星的對流 會稍微增多一點點 不過這個不是整天大規模的降雨 不是直接影響 所以各位還不用擔心 各位有沒有看這一大頭的雲氣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比較鬆散還沒有結構化發展 大概要等到中心到達南海之後 才會發展起來 我們這邊還是吹得偏西南風 有一些零星的水氣移入 所以有些局部的陣雨發生 未來就進入到南海之後 大概在禮拜五的下半天到禮拜六 有機會會再發展 但是它接下來 禮拜天可能就很接近香港了 所以會不會變成颱風 還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交給未來的發展 這個目前的預測模式差別蠻大的 所以還沒有什麼太好的參考價值 但是讓未來這幾天 西南風還是持續 水氣會稍微增加 那下禮拜呢 有一點水氣會比較多 有沒有看到 下禮拜整個水氣會比較多 這個呢 一直到週末恐怕都會是如此 等於是午後的陣雨會增多 雲量也會比較多 這個就是未來下禮拜的特色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太平洋高壓整個 有一點又退了一下 這個時候最麻煩就是說 太平洋高壓有時候強有時候弱 前幾天還看起來還要增強了 可是最近這兩天一下就弱掉了 未來這幾天 其實溫度大概就33 34度的高溫 然後大概會有一點這個 項雨啦 就有點悶熱的感覺 會很明顯 南北都差別不大 不過呢 要留意就是降雨啦 除了靠山區 午後的陣雨發展 甚至有些局部零星的會移入 尤其呢 是在禮拜天禮拜一的時候 會稍微增多一點點 戶外活動安排 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禮拜四晚上呢 各地天氣大致上不錯 但是有些山區 有些零星的陣雨 禮拜五白天 要留意 可能也有一些局部 尤其是中南部 還有北部的山區 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天氣呢 相對的 還算是 晴蝕多雲 偶陣雨的天氣 有時候呢 午後下雨的機率會比較高 甚至呢 有時候早晚呢 在海陸風環流之下 有一些零星局部的降雨 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不會時間 不會持續的太久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在海陸風環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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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陸風環流之下 在海陸風環流之下 海陸風環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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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汤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一东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 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殷勤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